我看了葉牧師出的《輕鬆得盛》書 講到神的愛 我平時看《聖經》就說過阿輩 看完就不放在心上 但在《輕鬆得盛》書的開始 葉牧師很著重地講神的愛 在那一刻我的內心很感受到神的大愛 它湧在我心裡的時候 我發覺原來我一直去尋找那份愛 就是那份無條件的愛 在人間裡是找不到的 我從小到大很容易被家人拍屏 拍屏我就很害怕 一聽到阿嬤罵人的聲音我就很害怕 很害怕到不知道怎麼辦 算了 爸爸媽媽又不敢出聲 由得他罵 我覺得一路以來我心裡沒有什麼平安 因為沒有人可以保護我 當我去認識神的時候 發覺神的愛是這麼大 原來我找到神這份大愛 我心裡的焦慮和恐懼 我發覺神的愛這麼大 神在愛裡沒有害怕 我心中的害怕 因為我做事壓力大的時候 我還會睡不著 我會手震 我整天都心裡很不平安 自從我的手受傷之後 兩年前受傷 不斷覺得不舒服 人很冷 很想睡覺 晚上睡十個小時 日後睡兩三個小時 日後只可以有體力去買菜煮飯 我發覺不妥 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這麼長時間都是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我就不妥 我就在那裡找 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找我自己內心的問題 又近自遠地找 到最後我就找到 找到我小時候被人批評 內心有一種恐懼 我找到我不懂得怎樣處理 但逆星中二目師之後 我就教我處理生命 我就發覺 我真的需要去處理 原來內心的恐懼 因為聽到阿嬤罵人就害怕 那種恐懼 很害怕他會傷害我 因為他經常罵人 聽到聲音就害怕 原來那種恐懼是因為 內心產生了一種錯誤的信念 那種錯誤的信念 就會感覺到 不好的事情還會發生在我身上 那我怎麼辦呢 那當我認識常 原來知道這位神這麼愛我 又這麼有能力 我就發覺在他的內心都沒有他拍 我已經找到了 找到他的蛋蓋 我在那一刻 我就會跪在這裡祈禱 求神拿走我心中那份恐懼 拿走我的錯誤的信念 去消滅那種錯誤的信念 離開一天 就是神是在自己的司遺圍圍繞著我 不是好像心中所想一樣 我不好的事情就會發生 不是這樣的 那我去祈禱的時候 神就醫治了我,在那一刻就鬆了, 就不會感覺到我驚訝,我緊張,緊張到手震, 就沒有了這樣的問題出現, 是的,那我很感謝主。 謝謝主,榮耀歸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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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榮耀歸比主。